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初期 俗伤人气 人气应该是什么 面条 然后咱们今天在这个 自改小房车里 做面条吃 这小车这么路还显着挺大的 用0.5倍的焦距 现在我已经进到车里了 今天咱们做尖椒肉丝打卤面 刚才去隔壁老王家 借了一个60年前的炕猪 然后我这下边的采暖 你们听到呼呼的那动静吗 就是采暖 采暖开 人家车里瞬间就热乎了 然后小灯带一开 咱就在这个车里过初期 知道为什么我要上隔壁老王家 把这个他家60年前的炕猪借来吗 因为这个炕猪跟我这个衣服更配 这么一整 小脑袖一叉 动不动呗 大庙 二名库 小炕座 花庙 是不是很东北 咱们爱做饭 我有点饿了 今天是初期了 你们都回去上班了吗 人网上人不这么总结的吗 初二走的是大老板 初三走的是爆工头 初四走的是爆花术 初五走的是打工仔 初六走的是白领 初十五之后走的是边角料 那我就是那个边角料 越有身份的人得越早上班 就像大老板一个公司 那得早早去 没有他这个公司运转不了 上一 下锅 你们都不知道刚才怎么了 手机掉了 然后这个锅也掉了 他俩没翻锅呀 怎么样有食欲吗 这卤子咋就点稀了光糖呢 我吃面条我最不爱吃勾欠的卤子 这个没勾欠 面条已煮好 卤子已打好 咱就开吃吧 手擀面 面条有点大劲了 我看网上的人这么说 说东北人过年 就会吃饺子干啥都吃饺子 这才我们 吃饺子只是当一个主食 就比如年夜饭那天 也是整很多菜 现在谁也不缺菜了 整的一大桌子也没啥用 但是东北人不是像网上所说的说 过年只会吃饺子 他也会整菜的 南方人不怎么爱吃饺子 过年的象征 过节也喜欢吃饺子 初一吃饺子 什么 吃饺子 这个 不只吃饺子 初期还吃面条呢 人期 十期 二十期 你们说 过完哪天 就这个年正式过去了 按传统来说 好像过完二十二这个年就过去了 但是现在好像过了初三就过去了 因为一般初期之前就都回到了工作岗位 你说什么时候的人就是对年盼望是最大的 就是拉月二十三之后到过年那一天 然后这几天就是大家都是很高兴的什么半年活啊 然后马上放假了就是最接近幸福的时候是最幸福的 如果你过完年会初二初三 很多人说哎 马上走了都是很失落的 这不是我自己瞎掰的 这是很多人我看他们评论也都这么说 肥子 老姨我小虚儿 真的吗 没事大家都折你一直在屋里 来血了家里来小血了 还需要试试饭呢 来快这还剩点面条 来来来来 回来吧 我家来小虚儿了 我家来小虚儿了 我也要上上镜 在家没吃饭呢 嗯 没吃饭呢 香不香我做的面条 又 香 因为我录的好啊 是被完蛋飞进来 我进来 让他给我拍 让他给排剧情 打端敲门 说来血了 我自己还在屋里敲 是吗 嗯 哎妈 好辣呀 哎妈 人气 你说是什么叫人气吗 我吃完了 还吃啊 嗯嗯 我吃完了 你要吃我的吗 嗯 你有时候不可咸这边了吗 怎么有时候 你那啥钱 又那啥呢 哎可有谁 你是 你是 假装吗 有时候很干净 又有时候又很不很不干净 是吗 炸着面拿个煮过劲了 看这些 小小肉上一个 嗯 你听着 嗯 你这样是好好听着 嗯 你说你们这一代孩多幸福 是不是想吃啥就能吃着 没有 没吃啥 啥玩吃不到 妈妈不给我烤串 烤串那儿不好 你就 你就像我们那时候 垃圾 你说我们小时候吃啥了 去放回去去去面 去啥都没得吃 对 你说我们小时候 啥都没得吃 你说你们这俩小孩多幸福 是不是 哪有 没有幸福 嗯 想吃啥都能吃啥 没幸福 好奇地又去了 走了 走了 走吧 那咱们再接了 嗯 烤着啥呢 现在路是别的吗 现在 没路 一会儿给剪辑下去 你说咱俩拍这边烤着啥 你非得穿上来 本来我先跟大家 烤烤年味啥的 烤烙壳 你一下穿进来 你说我不要烤啥了 咱俩行点啥话题呢 跟他们说 我自己心里还我吃点 胖吗 胖 你头发也 但我头发这样挺好看 可以没说啊 你也不上去 你说他们一会儿 咋整 这这段一会我掐了步步的 你说这段是不是得掐了 要不这样吧 我就在那边吃我打扰你 不打扰我 不打扰我 你都已经把面条整走这些了 还不打扰咋整啊 这是比你就录得半大酷鸡的 那把面条我都没吃 我再给你呗 你咱那从到发 还重整一下 要不你就这样你就当流浪小孩吧 你刚刚叫 你说 我一天没吃饭了 我找不到妈了 咋了 咋了 我去流浪小孩 流浪小孩 哈哈哈哈 你说不有流浪猫 流浪狗吗 那你说咋整 咱们怎么怎么演 流浪小孩 那你说我都不知道开始咋演 我不是去拍厕所吗 嗯 我不是去拍厕所 哦我跟你说 我都找不到拍厕所了 哎别 你说拍厕所呀 你放你吃 你说这视频一样 你搅我得洗烂 你说咋整 嗯 那么这样嘛 就是那个 一开始那个什么 然后你再给我一点 然后我们再去 那咱们就当吃饭在这 咱就当吃饭 啥不说 然后呢 再跟咱们俩一起 跟大家聊聊 你刚才说的什么东西 说啥呀 就年份儿啊 嗯 就是已经你们小孩 你们这带小孩多幸福啊 哈哈哈 行吗 行 那咱们这样子 从开始吧 等会我一起说一二三文 咱们重拍啊 你先说大家好 我是小萌 我是小萌 你是小萌 你说你今天几岁 你今天八岁 我 咱俩抱一下岁 咱俩抱一下岁 你说你今天八岁 嗯 然后说我今天十八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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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萌 十八岁 啊我不是十八吗 还十八岁 你永远十八吧你 那我 他们也不知道 咱们这一美颜 谁能看得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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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一美颜 他们也不知道多大咱妈 你就说你 我就比你大十岁 你十八 你比我大十岁 你怎么可能是我老姨呢 可以呀 你大一岁都可以呀 来 你就这样的人 在视频里咱就这么说 说完给你买棒棒糖吃啊 好 别笑了 开始 我说一二三呢 就开始 别笑了 一二三 开始 大家好 我是小萌 大家好 我是小萌 我今年八岁了 我今年十八岁了 你怎么这样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怎么都拍了 不拍咱就出去吧 不吃了 我怎么拍 那从我说啊 你就说 你说你说你说你今年八岁 你说这是我老姨 今年十八 都看上班都你介绍 晚上我就不那啥了 哎 给你个表现的机会嘛 全国很多人能看到的 来 一二三 开始 大家好 我是小萌 这个是我的老姨 小萌 我今年八岁 我老姨今年十八岁 嗯 你说萱啊 萱 你说你们这代孩子多么幸福 你说像我们那个 你是一零后是吧 嗯 我是零零后 哎我不是零零后 你不是二零一几年出生的吗 你是一零后 我是零零后 我是吧 零零后 嗯 你说你们这代孩子多幸福 你说我们零零后那代 没有你们幸福 嗯 我们过年的时候 就买点苹果 橘子 鸭梨 洞梨 都是的 你说你们现在什么都能吃 榴莲呢 草莓啊 是不是啊 我不喜欢吃榴莲 咱就说那个 咱们就这么说 你看喜不喜欢呢 你说你们这代孩子多幸福 祖国未来的小花族 是不是啊 小花族 嗯 你说你们还能喝矿年水 你说我们那时候喝啥 喝金水 嗯 你说你渴了能喝矿年水 这孩子多幸福 知不知足啊 小萱 嗯 嗯 生活在这年代知不知足啊 谢谢 知足要常乐呀 嗯 常乐 嗯 那点好吃吧 好吃 这点都给你吧 对 哦 谢谢 你不用谢 小萱可有礼貌了 先放这吧 一会再吃吧 嗯 小萱还非常能吃 是不是你还能吃 嗯 行啊咱拍咋样 行啊我关了 我给他关了 咱拍咋样 你觉得 一会捡一下 我看你就不爱吃吧 你就给我了 我不爱吃给你了 你说 你就不是不饿吗 你给我了 你全不是我哥们 吃吧 你晚点你不想吃吧 是那么回事吗 不爱吃啊 是那么回事吗 不爱吃啊 呵呵呵 可我想着什么人了 好吃的不可孩子 先吃什么 拍拍拍了 拍拍拍了 拍拍 开拍不太好感觉 是不是 嗯 说这个不好感觉 都吃了 都没了 那咱们去再调一下 算了 算了别挑了 这样吧 为什么开始啊 咱就这样吧 你觉得呢 我觉得挺好的 你觉得你说的好吗 好 那你说我18的时候 你不应该乐 乐完他们就觉得假 那你把乐的那块剪辑 为什么 你自然点 我就比你大10岁 你就自然点说呗 行 我干啥 其实你这个牙有点不上镜 你还活牙子 活牙子 活牙子 那你就 那你那你就可以拿纸 那不要挡住我的牙呀 没法挡了 这 还行 就这样吧 不拍了 嗯 你觉得咋样 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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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拍了 你觉得咋样 拍了 拍了